上個月的影片裡面 說到新北市的105線道 為了減緩坡度 預計要增加兩個螺旋的回圈 也講到這樣的設計 同時可以運用在鐵路上 也就是阿里山林鐵的獨立山路段 不過早在更之前的台灣 縱貫鐵路上 居然也曾經出現這樣的螺旋回圈 這個螺旋回圈出現在今天苗栗 台中之間的大安溪河畔 只不過使用沒幾年的時間 就遭到廢棄 而他的建設跟拆除 也跟苗栗台中交界 複雜的地形環境脫離不了關係 整個故事必須要從1895年開始說起 在甲午戰爭結束 馬關條約簽訂過後 日本軍隊從東北角的奧迪登陸 不到10天的時間 就拿下了基隆跟台北 兩個重要稱政 但是後續南下的過程 卻遭到台灣民兵的強力抵抗 為了方便軍隊 及軍需品的調度運送 清代鋪設的鐵路 很快的就派上用場 在日軍登陸的一個月後 全線修復通車 不過當時的鐵路 只有從基隆 經台北到新竹的路段而已 也就是說新竹以南的部分 還是只能仰賴清代的關道而已 雖然這條縱貫台灣南北的道路 美其名叫做關道 但因為清政府刻意的不修竹 整體路線品質非常糟糕 寬度大概只有3公尺左右 沒有辦法符合軍事上的需求 在這樣的背景下 日本陸軍把甲午戰爭裡面 運用在朝鮮戰場的鋼軌運送到台灣 開始鋪設軍用的輕便鐵路 利用鋼軌跟鋼輪之間 摩擦力比較小的原理 以人力的方式 來推動鋼軌上的台車 就能夠比較有效率的運送貨物 也因為這種輕便鐵路的鋪設 比較簡單而且快速 在1895年的年底 台南高雄間的軌道就已經完成 隔年向北延伸到了嘉義 最後在1998年 一條北起新竹 南至高雄的輕便鐵路宣告完工 台灣南北的路上交通 也因此從19天的時間 迅速縮動不到48個小時 不過因為台車一輛 最多只能載4個人 貨物的重量不能超過400公斤 還是有著不小的限制 跟蒸汽火車拉的傳統鐵路 完全沒辦法相比 所以台灣總督府 也相當積極的爭取 建設縱貫鐵路的經費 到了1899年 鐵道部正式成立 作為鐵路建設 及營運的主責機關 而鐵道部的所在位置 就在台北北門的對面 部分建築已經被指定為古蹟 現在已經成為台灣博物館 鐵道部園區 時間軸再次拉回日本時代 鐵道部成立之後 縱貫鐵路的建設如火如荼的進行 最早完成的新建路段 也跟幾年前的軍用輕便鐵路一樣 是台南到高雄的部分 接下來的工程分別由新竹往南 以及從台南往北推進 就在縱貫鐵路持續鋪設的同時 重疊路段的軍用輕便鐵路跟著被拆除 到了1904年只剩下中部的三翼到彰化路段還沒有完工 而這個路段除了要跨越大鞍溪、大甲溪、大渡溪、三條河床寬廣 同時又相當湍急的溪流 另外還會經過丘陵、台地、河谷等複雜的地形 可以說是整條縱貫鐵路 新建難度最高的路段 即使是半個世紀之後 在蓋中山高速公路時 也只能用超級陡的斜坡 從三翼直接滑到大安溪的河床 也就是惡名昭彰的三翼坡 照正常的狀況來說 高難度的路段就花久一點的時間慢慢蓋就好 反正也還有幾年前的軍用輕便鐵路可以拿來應急 沒想到同樣在1904年爆發了日俄戰爭 為了加強台灣的防衛能力 以避免俄羅斯從歐洲調動波羅的海艦隊 到東北亞時順路襲擊台灣 縱貫鐵路在三翼到彰化的中段問題 勢必要盡快解決 於是日本政府決定動用軍事預算 來加強這個南北交通的漏洞 把它取名為軍用速程線 這條軍用速程線 在楓源到大渡西的路段 用比較輕的鋼軌 以及比較差的路線標準 先鋪設了臨時性的鐵路 至於三翼到楓源的路段 因為地形比較崎嶇 選擇繼續利用原本的軍用輕便鐵路 把單線改成了雙線 來提升路線的載運能力 至於在坡度最為陡峭的大安西河窗兩岸 則是採用兩種截染不同的方式來因應 北岸的部分 也就是國道一號三翼坡的鎖在地附近 架設了鎖道 在坡頂利用捲陽機 把台車從河谷直接拉上山坡 可以把它想像成香港太平山攬車 只不過大安西北岸主要載運的是貨物 而不是乘客 而在南岸的部分 因為坡度比北岸還要來的平緩 但還是沒辦法用一條直線 就把台車推上斜坡 所以設置兩個螺旋的回圈 在狹小的山谷裡面 爭取更長的距離來爬坡 最後在1908年 三翼到楓源的鐵路完工 正式宣告北起基隆 乃至高雄的縱貫鐵路全線通車 並且在台中公園 舉行縱貫鐵道全通室 慶祝台灣路上交通的空間革命 而原本作為應急用的軍事速成線 當然也在縱貫鐵路通車之後遭到拆除 那兩個為了短暫串聯台灣南北的螺旋回圈鐵路 遺跡早就完全消失在地表上 現在只能從當時留下的照片 見證那段縱貫鐵路曾經的歷史 新完成的三翼到楓源路段 雖然經過重新選線 同時捨棄掉螺旋回圈 但是最大的坡度還是有到千分之二十五 這個坡度即便是以現在的火車來說 都不算太好攀爬 因此當時的火車來到這個路段時 需要減少牽引的車廂數 爬不上去的話還需要再加掛一個機車頭 嚴重影響鐵路的運輸能力 正所謂貨出不去 人進不來沒人能發財 於是到了1917年爆發出大規模的製貨事件 大量的貨物被堆在車站裡面 迫使總督府在竹南到彰化的路段 推動坡度比較平緩的海岸線鐵路的興建 再次縮短南北的交通時間 也提升貨物的運輸能力 至於原先竹南到彰化比較內陸的縱貫鐵路 在這之後改稱為台中線 或者是一般民眾更常稱呼的三線鐵路 在1998年三線鐵路全程擴建為雙線 其中三億到楓源的路段 更是因為原本的路線坡度過斗 在這次擴建的過程裡面直接改線 用長隧道跟橋樑取代掉原本順著地勢 彎繞起伏的路段 其中在大安西兩岸的長直線 更是許多新引進台灣的列車 測試極速的好地點 跟一個世紀前還需要利用螺旋回圈 來因應地形的設計 形成非常強烈的對比 其他在縱貫鐵路通車前 使用的軍用輕便鐵路 拆除後的鋼軌 被移交給民間業者 用來鋪設由縱貫鐵路車站 聯絡到各地的輕便鐵路 這當中包含到早年 遍布在中南部平原的唐業鐵路 部分輕便鐵路業者 後續因應公路的發展 以公車來取代台車載運乘客 轉型為客運公司 像是桃園客運 新竹客運 苗栗客運等等 都曾經有過經營輕便鐵路的歷史 當我們今天可以搭著高鐵南來北往 可能更難想像上個世紀的台灣 縱貫鐵路沿線 居然還出現過 彎繞的螺旋回圈 而且還要利用人力台車的形式 來暫時應急 如果這樣的路線設計 一路保存到今天 你覺得會跟 阿里山林鐵的獨立山一樣 變成另外一個 真正有火車在跑的觀光景點 還是跟一旁的舊山線一樣 轉型成為Rail Bike呢 歡迎分享在留言區 也別忘記按讚 訂閱開啟小鈴鐺 並且幫影片分享出去 讓更多朋友知道 縱貫鐵路曾經出現過的螺旋回圈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